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9月25号星期五 我们之前报过 美国抓了这边四个 就是说还有什么唐娟 这个姓胡的叫胡海舟 还有一个叫做反应抓了四个 这种中国就是说跟中国军方的大学有关系的这些人 认为他们是间谍 现在有一个人 现在陈渊昭雪被释放了 然后这个人 他还是为他的导师检举揭发的 华尔街日报报道 说美国检方撤销了对弗吉尼亚大学叫胡海舟 当这是阴翼 他的形式指控 说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属一家军方资助的实验室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 他研究的领域是水下的机器人 检方指控他窃取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导师 开发了20年的专有的软件代码 他的导师也是一个中国人 导师的名字叫董海波 也是这个阴翼好吧 然后是董海波揭发检举的他 这董海波负责由一个 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资助的这么一个项目 他导师董海波认为 这个胡海舟窃取了他所开发的软件的语言代码 并且不辞而别 说跟谁也没说 偷偷自己 就是说买了张飞机号机要跑 认为他可疑 向FBI举报 然后FBI在机场把这胡海舟抓回来了 抓回来之后 果然在胡海舟的电脑当中发现了董海波称为 被窃取的软件的原代码 的确是有 董海波说 胡海舟曾经多次向他索要这个代码 但是被他拒绝 不知道胡是怎么弄到手的 那么FBI最后也没有办法知道胡的电脑装 怎么有这些代码 胡自己也不说 最后 但是问题是什么 也没有证据表明 胡海舟使用的其他不正当的手段访问的这些信息 也没有证据表明的福尼尼亚大学的电脑在某个特定时机和时间的被侵入 所以软件这些原代码的保护措施实际上是不够的 所以胡海舟是通过合法的手段从学校合法获取的这些密码 就是这么个意思 就什么意思 就跟周立波 周立波那案件就特别就是说大家车上不搜一个枪和毒了 这个枪和毒是搜出来了 但是警察在搜枪毒的时候 就是说问了周立波你同意不同意搜你的车 周立波说他英文不行 警方说问了唐爽 唐爽说问了周立波 周立波说跟唐爽说同意了 如果当时唐爽就变成一个关键证人了 唐爽如果说对 周立波问他问他 他说同意了的话 周立波就有罪了就跑不掉了 那么唐爽在当时还是帮了周立波的 唐爽拒绝没有出庭 拒绝出庭作证 唐爽躲开了 什么也没有说 那就警方就没有办法证明 周立波是同意了的 所以枪和毒不是说没有 只是说从程序上来讲 就是打了就是程序正义 从程序上来讲 你拥有枪和毒 我拿到证据的我的手段不合法 那么最后我就只能放你走了 就是美国不就打 以前辛普森杀气案不也是吗 说美国警察拿到他血样证据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什么操作措施不合法 然后关键证据就不能够对程序正共了 他们专门打这种 就是说我拿到原代码了吗 拿到了 但是你能不能证明我是非法拿到原代码了 就没有办法 美国的地方 他就是防小人不防君子 你知道吗 所以 怎么办 如果是一个小人 他就有很多的方法 你像你说的这你就想想桑兰不也是吗 你说桑兰来了不也是吗 告他在美国当时 就是说照顾他的姓刘的先生家里 还告他姓刘那继子强奸他 然后告还拿人家房子不也是吗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就是说防小人不防君子 就是说你要是个君子 你就不会告 你要是个小人的 我拿你没办法 就是这样的美国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 就防小人不防君子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东西 他学校也应该 就是应该想办法 就是说你这些东西既然那么宝贵的话 你就应该有一些这种的保护措施 你知道吗 如果他胡搞 他就是胡来的话 你现在来讲 从法律上来讲 你很难的去 就是说去反驳他 去告他 对吧 就是这种东西 怎么说 反正最后从程序正义上来讲 他从程序上他是正义的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胡海舟的请的律师 律师说 说这个信息 如果是机密的话 那么你们学校就应该要有相应的保密措施 如果你们学校没有保密措施 那么这个机密信息被别人获取了的话 你不能说是别人偷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是不构成刑事罪的 他拿没拿 他拿了 但是由于你没有相应的这种保护措施 所以你也没法说他是偷 就这种 最后检方就决定就撤诉 那么胡海舟现在被释放 现在已经回国了 反正打了 他的律师还是很聪明 我想打了一个程序正义 就是东西我拿了 但是我不是偷的 因为你要有个盒子 把它锁起来了 我拿了东西算我偷 你把它摆在桌上了 我就顺走了 顺走了 我还以为你就免费 有时候学校里不用摆一个碗 里面都是糖 对不对 你没事抓一把 够大地你就走了 对不对 你能说过是偷吗 你要出来糖 你不要拿 你把你把它锁起来 你没锁起来 你摆在桌上 我还以为你就是谁要拿 谁拿了 我还不就转过大地了 对不对 他这么搞耍过来 你知道吗 真的就跟以前 所以算不算了 不举例子 就说这个事 所以美国就是这样 防小人不防君子 你要是个小人 有的时候也是真没辙 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吧 不管怎么着 恭喜他 找了个好律师 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和借口 现在已经拍屁股回国了 然后唐娟他们那几个 恐怕还要再想办法 看看美国这种东西就这样了 你打罪 我看你是够呛了 基本上现在都在想办法 打程序正义 周立波不也是打程序正义吗 就都是这样子 我想说什么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有的人就觉得 就笑话美国 说你看你搞了半天 说我们是间谍 最后你就拿不证据来 对不对 你看你们就是胡搞 对不对 就是一个笑话 我觉得你应该这么想这个问题 如果在中国 就是说我抓了你 比如说中国现在抓了加拿大两个人 一个就是Michael 一个叫康明海 对吧 抓了 对不对 那么你有没有罪 跟你的律师没有关系 Michael和康明海 也想向侯海周 这样我以为我雇个律师来 我给你打成就任意 你的证据拿出来 我看看你 你合作证据合法 不合法 你要不合法 我就说你合作证据不合法 你就得送我走 对不对 可能吗 不可能的 在中国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说你有罪 你就有罪了 你不用找律师来跟我打 知道吧 你的律师把天说下来 你有罪 你也走不了 现在康明海和Michael 就是被抓了 抓了之后 我也不知道 到底他们想怎么审 怎么判 也不知道 把关了两年了 对不对 其实谁都明白 我觉得傻子都明白 为啥是抓康明海和Michael 就是因为你们抓了孟晚舟了 对不对 我就抓你 康明海Michael 我没有法律 我也不需要律师 你不用来跟我矫情 我抓了你 就是抓了你 中国就是 如果你有美国留学生在中国 如果我现在想抓你 我抓了你 你就一定会被拟罪 你一定会被判刑 怎么判 我等一等 我听上面的 你看康明海和Michael 团队下关了两年了 怎么判 不知道 听上面 他们说 再等等 那就再等等 已经关了两年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但是像胡海昼也好 像周立波也好 我觉得像什么 刚刚说的谁 苍蓝也好 像这些人也好 他们来了美国的话 就最起码法律 会给他们一个公平公判 公平公正的这么一个判决 不管他们是想办法 走一些司法的漏洞 想一些不择手段 要搞一些东西 你知道吗 我觉得 美国的法律会给他们一个 就是说一个判决的机会 就是说你胡海昼到底算不算间谍 你有没有犯罪 我的司法会给你一个公平的机会 你请你的律师来 你的律师能找到一个理由 一个借口 能说得通 你走 我们放你走 这就是美国 这就是司法 胡海中的律师很聪明 帮他找到了 撬门 对吧 周立波也是 他前后换了好像三个也不 四个律师 最后找到了撬门 对不对 然后就胜利打逃亡了 说立波不也就跑了 胡海中也跑了 对不对 那么当然 这就是说你要自己去思考 就是说 你认为美国的这种法律好 还是中国的那种法律好 对吧 那么当然了 你现在觉得 你看把周立波放跑了 本来他枪毒 对不对 不该放走 胡海中 怎么你看 拿了人原代码 还把他放跑了 对不对 然后桑兰那时候 多没多少赔偿 我想不起来了 反正不知道 可能多少也赔了点 还是赔了点钱 我记得 也不是他也挺惨 对不对 就是你看 还是赔了点钱 你在中国来讲 就像周立波这 你就走不了了 对不对 你周立波 你要在中国 你开着车 车上搜出来什么 他就搜出来冰毒 是吧 搜出来冰毒 再搜出来枪 你就不用说了 你还跟什么 警察没问我 许不许搜车 滚 滚 公安 会跟你说这个 打死人家皮带 抽你的嘴 没问你 管你 我问你 我抽死你 你知道吗 你就闭嘴 别说话 你知道吗 你就自军于人民 你就自己赶快到央视去 赔道歉去 知道吗 到央视去认罪去就得了 知道吗 但是在美国 他就可以打这场官司 当然你会觉得 美国有司法漏洞 但是你要记住一点 有一天 我们每个人 你都有可能 成为被害者的 如果有人来诬告你怎么办 诬告你强奸 诬告你藏毒 诬告你有枪 你怎么办 那个时候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一个美国这样的法律 还是需要一个中国那样的法律 任何人都有可能有那一天的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你不知道哪天 天上就掉出一个货来 谁就来了 就要起诉你 就要告你 对不对 这东西是不好说的 所以等到那个时候 有一个法律 能够保护你 能请律师 去为自己去辩护 你才意识到 一个这样子的法治社会 有多么的重要 今天就想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